各位观众朋友马上带您关注那支军事焦点 那就是解放军的东部战士呢 在今天的上午宣布了在台湾的周边 展开了联合力界2024A的演习 并且也强调了 这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的独谋袭境的有力惩戒 同一个时间呢 解放军他们也公布了演习区域的一个示意图 您的画面可以看得到很明显有五个大块的红色区域 几乎都是包围了整个台湾 同时呢在金门还有马祖旁边 也有三个守护圈 而这个情况呢 其实让很多的民众都感到相当忧心 好那在今天的清晨的时候呢 中共他们的东部战区23日呢 就宣布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联合的演习 那这个范围呢 是涵盖了台澎金马这些地区 最新消息呢 就是呢福建海警组织的潜艇编队呢 在乌秋雨还有东营岛附近 有展开综合直发演练 要来检验联合的巡航 以及应急的处置能力 而通报呢他们也有放出了 像是福建海警的组织舰队编队 他们的这个演练的示意图 画面当中可以很清新地标明了 坐标轴还有前提的编号 好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一次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相当的犹新 而特别的是我们来看到的是发言人 他们怎么说 他们的新闻部发言人 他们就宣布了 今天明天23号24号这两天呢 将会在台湾海峡的周边来展开演习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5月23号至2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好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刚刚的这个内容呢 让很多人都感到相当忧心忧忧 而共军呢今天突袭了宣布还台军演之后呢 网友他们也发现了 这个东部战区啊 昨天晚上就其实暗示了会一定有动作 并且呢PO出了一张战机开火的照片 就像这个样子 还唱说熊孩子该经历什么呢 才是完整的童年 三明年马上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留言 并且说台独就是需要来教训 并且来支持共军的实际行动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最新影片 以及呢就是最新的PO文 而其实呢在先前的时候呢 上午其实有PO出了新的一个影片 还是公布了环台军演的六大军舞 有哪一些 包含像是海空将会出动歼20 歼16 还有神盾驱逐舰以及补给舰 陆上的火箭军呢 则是会发动了东风导弹 还有火箭车 在台湾的周边的海域呢 来进行军演 好对此呢 海外国防部呢 他也表达了相当大的遗憾 并且也痛斥 他认为共军其实呢 是有霸道的一个本质 好那现在呢 我们刚刚听到了最新的发言 还有呢就是最新的画面 以及的照片 那东风部战区发言人李喜就说啦 对此呢是台独的分裂势力 是谋独的行径的强力的惩戒 那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cslan今集完 没胖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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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